音乐史上 一定有一个继承人 华格纳以后 有一位叫做Richard Strauss 这个Strauss 跟前面所讲的 约翰Strauss他们没有关系 他是德国人 约翰Strauss他们是奥地利人 这个Richard Strauss 几乎可以说是 是华格纳的继承 他的音乐 跟华格纳是很相像的 而他一直活到 差不多一九四几年 一九四九年 他去世一九四九年 所以他们德国的歌剧 就这一百多年来 都传下去 我四天不多了 我搞你歌声就讲 这个是 这个是维尔迪的歌剧 我把这个银票贴出来了 然后普奇尼以后 维尔迪以后呢 就有普奇尼这个 就像德国一样 华格纳 既成下去是 那意大利人呢 就维尔迪以后就有普奇尼 这是很 很 很巧合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普奇尼的歌剧的样子 然后普奇尼的歌剧呢 普奇尼这个人呢 据说有一次看了那个 维尔迪的AIDA以后呢 非常的感动 他就自立要变成做其家 结果不出手料 他就变成了他的继承人 这个前面一张 我最后讲到这个印象派 我们印象派做其家 大家知道的就是WC WC以后呢 就是他的学生 LAVELE WC这个人呢 也写了一个歌剧 人家说这个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印象派的歌剧 我几年前 我记得我在芝加哥歌剧院看 听了 我再也不会去看了 这个就是到近代了 到20世纪 俄国这个 伊古斯拉雲斯基 对这个20世纪的歌剧的音乐的影响 很大的 在下面 然后在俄国呢 还有一位作曲家叫做Prokofik 他写的也是很多曲子 其中他写了两个歌剧 一个是叫做战争与和平 他把那部那么厚的一本小说 他写成歌剧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有名的就是 他歌剧最有名的这个叫做 The Love of Three Oranges 三个苹果的爱 这个歌剧听说第一次上演 在芝加哥上演 谢谢 事实上我有很多无意就可以回评给大家看了 因为时间不够 我们很荣幸今天请到 罗里老师 罗里老师 给我们唱 示范唱两段 福吉尼的歌剧 第一首是Tosca的一段 第二首他要唱 Bambino这个歌剧呢 是从 Gianni Chichi来的 看到这下 你说的 是 你 那 你 感谢观看